照片中的人到底是谁 真的是需要一一的好好来厘清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边坡上面 这个目击者公布或提供的照片越来越多 那么其中有一张就是网友拍下 林一祥身边还有一群工人 但是在这群人当中 其实有人是乘客 其中这名业性乘客 他就特别PO出了当时的车票澄清 他说他自己其实就是这班 泰鲁格号的乘客 他不是工人 当时他因为是坐在最后一节车厢 脱困之后他就特别爬上了边坡 想要了解一下 刚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被拍到 因此造成了外界的误会 现在家属希望说 能够还他一个清白帮忙澄清 我们的火车撞到这个卡车了 清水隧道这里出这种框 整个火车已经爆香了 事发当时乘客拍下 火车拖轨意外时的画面 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 就是被误认是当时工程负责人 李一祥身旁的工人之一 原来有网友陆续贴出事发之后拍下的照片 照片显示当时李一祥散在边坡 旁边还有一群人 被外界误会都是工人 导致他们无辜受牵连 事后有家属在脸书上分享 要大家还给他舅舅一个清白 家属也在脸书PO出当时的车票 证实他当天是坐在第一车厢36号的乘客 叶姓乘客无奈的说 他当天是买7点16分从树林搭车 没有座位的泰鲁和号 和亲人要回花莲封冰箱扫墓 事故发生后 因为坐在最后一节的第一车厢 还好没有大碍 走下火车后爬上边坡 是想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想到却被其他乘客拍下 误认是工人之一 造成不少困扰 透过脸书希望大家能帮他澄清 记者综合报道